今天我想拍一個A day in my life的影片 其實我平日的日子非常苦悶 如果不是做功課 就是搞我的行業的東西 或者可能拍一下youtube戰 影片 其實做來做去的東西也是一模一樣 但今天就不同了 很開心受到Sushi Anya的邀請 在Pasadena這間分店試吃這個Omecase 之前我也有試過的 但不太想吃 通常都是自己點的 很開心受到他們的邀請 而且這次是跟TVB合作的 TVB USA 很開心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是看TVB的劇集 這次受到他們的邀請去拍這個影片 其實我現在這一刻的影片是補拍的 因為今早拍攝比較早 而且我去的場地也比較遠 所以趕時間 大家好 我現在到了Sushi Anya Sushi在這邊 Hello 現在有點緊張準備拍攝 現在正在拍攝師傅 在切東西 磨刀 一些預備弄壽司的時候的東西 現在我坐在這裡看一些稿 吃什麼壽司 師傅在這裡洗魚 然後看到我另外一個鏡頭 拍攝他蓋鏡 很專業的燈 嗨 裡面是這樣 這邊是一些Sushi Bar 在這裡 然後有些桌子 現在正在休息 他們是5點半才開 平時開晚餐 這邊有些桶 還有一些比較多桌子 在這裡 OK Sean 哈囉 嗨 我是Shop Anya OK 現在正在設置機 到我出場了 然後有點緊張 剛才那個總管理員 叫Sean 解釋了 講一下Sushi Anya的 小小的資料 所以現在跟你們分享一下 因為現在有些空檔 Omakase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Chef 最新鮮的魚 他會切出來 而且你不知道你在吃什麼 因為平時如果你是Omakase 你會知道你會選什麼 是有兩款的Omakase 這裡 就是一款250元 就是要吃兩個小時的這個 但是要預約的 因為我始終吃兩個小時 另外那一款 就是我今天試吃的那款 是160元 是40至1小時 只有Sushi 另外剛才說的那款 就是有前菜伺服器 然後不需要訂位 Chef Anya 會常住在 Pasadena這間分店 他們有三間分店 Pasadena這邊 只有很多亞洲人住 很多香港 可能是中國 亞洲人這邊住 而且這邊也沒有看到什麼 一些high-end 壽司的店 所以這個也是其中一個選擇 我今天正在穿這件衣服 這個是裙子 其實是裙子 一個裙褲 然後用了這個包包 用開這個 所以沒有轉 然後穿了一件外套 這裡有點冷 而且我也戴了另外三條裙子 在這裡 因為今天要拍兩條影片 所以戴定 多一點選擇 還有這一件的 漏筆應該不會穿這件 因為太厚 很難動來動去 所以現在穿這件 有點冷 準備拍攝 在這裡 還在弄這部機 這裡很多部機 嘩 很專業 而且看看大燈 因為現在很緊張 還在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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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在搓這個 的芥末 現在在搓這個 的芥末 還在擺 對 對 因為他們用了 日本人 他們這些比較專業的 壽司 是自己的 不錯 很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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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搓這個 很緊張 你然後 看到這件事 沒想到 所以 的 這件事 是 我們 的 有 這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现在很渴 其实不適合 好啊 Hello 大家我终于拍完东西了 很开心的圆满 发不发现呢 这辆车有点不同呢 跟我平时那辆 因为这辆是计划 我准备换一辆新车 我之前在IG stories 也做过一个公司 投票 如果有追踪我的instagram 朋友都会知道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 猜猜我会换哪辆车 这辆车是Chevy 就是他们的SUV 其实起初我租他们的Jib那一架 但他可能那些人再租多一天 就是他说是Jib 或者是相似的 所以这一架也是类似的 是SUV来的 是银色 因为我现在在用我手机的关系 所以 就比较 真的近了 等我先走远一点 而且我现在其实是 拍在那个Chase 这一道 停车场那里 接着就是 有一点点鱼 不知道你们看到 这一架是叫做Equinox 就是 有没有听过这个好像Gym的想法 对 后面就是这样 这辆车也不错 挺好驾驶的 乘客来说 然后里面 就是 哎呀 有点雨啊 不好意思啊 大家 就是这样起的 先回去 闪回门 很远 因为我相机没电 然后就是这样的 这个是2019年的 应该是新车来的 因为只有五千 七千 现在七千多 对了 2019年的 这一辆车 然后 很好 我就是在Hertz那里租的 这辆车 如果在美国的话 Hertz 这一辆车 因为太趕时间 有关系 所以没有时间去Starbucks 买 所以就自己在家里弄 然后我要寄那些东西 所以就放在那里 然后呢 就是我的拍摄工具 里面有三套衣服 和我现在穿一套 但最终也是没有换衣服 因为拍摄的时候 设计的机器 难一点 所以就没有 然后就是 背着这个LV 也是用开这个 没有特别搭 因为我也不会用这个包包 在这个拍摄那里 对了 后面也挺多位 在美国租车 其实是很普遍 而且非常容易 如果去加州玩的朋友 都一定要有车的 所以都可以 看看Hertz和Enterprise 因为有些租车公司 就是Ganguero 它是 我现在这辆租车 是可以任何车 unlimited的mileage 因为有时候那些 Rip off公司 会每一个mile 和你去计算 除非可能租一些很贵的 luxury的车 可能我在说 南保坚尼 这些那么exotic的车 就会每个mileage 和你计算 或者有限定 但是一件事 就是普通 这个chevy那些车 普通车的话 其实大部份 全部都是unlimited的 然后就是油 油 多数都是full tank 满光的 你回去的时候 要进去满 它就不会费用你 另外如果你真的 趕不及去 入油 或者可能有些朋友 太懒得不去 入油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照还车 但是 那间租车公司 会费用你 比你平时在油站 入油的时候 那个价钱 通常可能 两个多三元 一个gallon 但是可能租车公司 可能成四元 第三就是保险 如果是来玩的朋友 可能保险证 可能在香港 没有美国保险 那就要另外买保险 于是乎回那辆车 有些保险可能是25元 有时是15元 但是因为我在美国住 然后我有保险的 有车保的 所以我就可以 用我本身车保的 所以我这个不用付钱 然后第四 最后一样 其实我应该先说 就是 根据你租哪一个车 如果 通常租SUV 会贵一点 比起 Sedan的话 那些 五人车 房车 房车 房车便宜 比这个SUV 但我觉得好像 SUV好像安全一点 但是这么多 而且如果有些朋友 知道租车的时候 有什么要留意的话 可能我弄了 忘记说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 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现在也有点累 我不是拍了很久 但可能有点灯 写着 弄得有点累 然后现在开车回家了